大家好,我是爱与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汪汪资源魅魔同位提崩铁开拓者第四命途来了 崩铁3.04人队开B8号位 废着两人合成一个角色上线 崩铁2.7宋献定五星周天歌时上雪藏醉酒的光追 克劳有钱也买不到2.7星期日史诗加强 一命无敌 旺归人V3改动,流营售后无了 附加攻击机制,烧血体系来歌 据爆料提到一个卫星角色白鹅的表属 蓝,灰色白毛,火大剑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一个奶窗万恶之源魅魔凯文 众所周知,崩铁现在的男角色竟是喜欢奶窗开拓 其实这是源于崩山中的领袖 崩山中的三大领袖分别是凯文、浩托和瓦尔克 其中浩托和瓦尔特已经落地了 就差凯文了 而凯文这样的角色 基本是男性角色建模的天发版之一 而崩铁拿同位体来联动 一眼是就飞 不系90%的玩家都会6-5 课金臭爆 从开服到现在开拓者已经经历了三次命途的改变 毁灭、存户和铜鞋 而铜鞋是迄今为止最实用的 作为流营超击破队的T卡 即使像ASP庭云这样的末版本五星 也无法替代铜鞋组 但是铜鞋组始终是会被版本淘汰 因为3.0吸星球将会主推召唤体系 而在周天哥的技能机制中 明显是拉召唤队的速度 这一波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技艺组应该就是推条队 而且技艺相关的命途是兵 顾名思义 兵技艺组按照剧情的走向 开拓者将引来第四命途 根据外网消息称 后续的角色将会统一代召唤物 而这些召唤物会区别于警员和托盘 而是独立一个位置 具体可以参考上次现实活动的垃圾桶 至于攻击类型 同样是独立于角色 说白了就是角色和召唤物 都有自己的技能 什么是召唤物有自己的技能 你可以理解为 召唤物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来一个小学的顺势 一个召唤角色就有一个额外的站位 那么四人队不就开辟八号位了吗 这样的队伍阵容 看模拟宇宙的不可知遇 感受一下3.0以后的强度 以后膨胀的数值 的确要用到八个位置 这也预示着将要开创新一代经典的回合之类型游戏 再说说崩帖和Fate联动 据说Fate的Master和Servant机制 应该会沿用到联动角色上 但是按照动漫的剧情 Master和Servant是同时登场的 如果在游戏联动中单出一个角色 总感觉别弄吧 会失去原作的味道 最大的可能就是 联动的两人角色 会最终成为一个角色上线 能够兼顾到角色群体和玩家的口味 又符合一个主体夹召唤物的设定 最近发现网上流传了这么一条消息 2.7版本将会赠送限定五星周天格 如果这是真的 那些觉得未来可惜未来抽的玩家 都会因为周天格的胜送 而入局召唤点息 同时像玩完全体的周天格 同样会抽命佐 反正歪了不肯 加上后续召唤戏角色降临 将会是全名周天格的景象 后续大家也都会抽召唤大C 据消息透露史上最贵的光追即将复刻 这个光追已经有250多天 唯有复刻了 成为崩铁史上雪藏最久的光追 克老奥有钱都买不到 实用性非常强 但是却不够用 这个光追就是555 同时角色装备后开大招 可以让我方提前24%的速度 虽然是四星光追 其价值已经秒杀了很多免费的五星光追 其番用性非常高 推荐大家叠二或不叠价 2.7卡池角色 以及光追的V3改动终于来了 可以说本次改动让不少玩家直呼开相宾 据说本次卡池加强 也是受到了2.6乱破卡池流水的影响 这两位新五星角色改动究竟如何 一起来看一下 先说下万归人的改动 总结就是大家强了 首先战绩给无视弱点笑韧的能力 可以提一句不能和流营天赋同时生效 就是告诉你要抬灵莎 这是真正解决了灵莎的一些弊端 还有就是大招能量需求降低20 行际上直接增加了14点速度 这有点过于逆天了 被有击破提高上限提升9% 再来看一下星期日 可以说本次星期日改动就是大翻身 总结就是战绩点和能量循环更佳 开大之后战绩不消耗战绩点 星期日终结即拐力更高了 天赋暴击持续时间变长 额外能力一 恢复能量 循环提升 一命召换物 拐方向更专了 二命速度提高 改成增伤 光追也是得到了不小的增强 不过按照以往的规矩就是先枯落一波 否则直接在V4版本中回调就有点尴尬了 据爆料在后续2.7版本中 之羹鸟 星期日 瓦尔特 妄归人 玉空 黑台ASP等 角色根据剧情会陆续登场 3.0的消息就是之前提到的宾夕新角色 奇迹制是附加攻击输出 伤害基于生命值 这么来看的话倒是有点像富西 这次生命之羹鸟要来了吗 转辞逞 C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